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有關於那個 最大供應數跟最小供備數的那個應用問題的解法 好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怎麼解喔 看一下 首先我先說一下喔 我先告訴你也是那個觀念 是那個觀念 好 你靠這寫這什麼東西 是個儲法對不對 記一下喔 你注意聽喔 只要題目啊 要你找裡面的話 一定找什麼 供備數 題目呢 如果找外面的話呢 一定找供應數 聽懂嗎 我再說一遍 你只要把題目喔 不管題目怎麼出 你只要換算成這樣子的東西就好了 轉成這樣子的 凡是找裡面的 一定找供備數 但供備數當然是找最小供備數嘛 對不對 如果找外面的話 當然是找什麼東西 最大供應數 只是 難是難找病渣 你要找到的是 找誰的供備數跟找誰的供應數而已 立體啊 這樣懂嗎 對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立體 來 請看三十三題這一題 好 題目說呢 用某個正整數除 好 來 不好意思喔 這邊你要再回去一下 因為有個地方 你們可能不知道的 來 你把這四個東西寫一下好不好 來 三個 A除B 還有 A除以B 還有 A除以B 還有 A被B除 再來 拿A除B 好 你覺得這四個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是不一樣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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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覺得我同學不懂 你現在告訴我齁 這四個裡面哪 誰在裡面 誰在外面 來 A除B 是A在裡面 誰在外面 想清楚 B A除B A除B 我先問你 裡面什麼意思 裡面 裡面是被除的吧 外面是除人家的嘛 對不對 你覺得A除B是誰被除吧 B被除 所以B在裡面 A在外面 A除以B呢 你告訴我 這個你怎麼唸的 6除以2 對不對 所以是誰被除 是6被除吧 所以A除以B是A被除 B在外面 所以看到沒 差一個字 差很多 A除B的話是A在外面喔 A除以B是A在裡面喔 那麼A被B除就很明顯了嘛 A被B除是A被除吧 對不對 所以A在裡面 B在外面 拿A除B 是B被除吧 所以是B除以A 所以現在怎麼判斷了喔 看懂 看懂嗎 可以喔 好 好 如果你OK的話 我等你一下好了 給你 30秒 你自己寫一下 A除B跟A除以B 還有A被B除跟拿A除B有什麼不一樣 你要不要抄上去 那個抄好了嗎 等一下我檢查喔 你沒寫我剛才就留下來喔 好 我們看這一題 題目說呢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 來 你看一下 他說 某個正整數除193會於4 來 你告訴我 193是放裡面還是放外面 正整數除嘛 對不對 有除以嘛 沒有 所以是193放裡面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放外面 然後呢 於4 對不對 好 再來 同時用它 去除以1077 不除3 不除3什麼意思 不是余3喔 不除3是不夠3 所以是負3 那當然我先說一下喔 這樣講法很怪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講除法裡面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負3這種東西 對不對 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 比如說我舉例好了 3去除以5 答案多少 1 余2 你告訴我 余2跟不除1意思有沒有一樣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我這裡寫2呢 那這邊6喔 5-6 負1 所以他講的不除3 就像這個意思一樣 代表余2跟不除1 是相同的東西 聽懂我意思嗎 只是代表上面的數字不同而已 那個3不同而已 聽懂我意思啦喔 所以 回到這個題目來 剛才有說的嘛 這個找裡面找外面 找外面吧 啊外面已經找什麼數 供音數 然後我們看找誰供音數 你看這邊 1193是余4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怎麼做 剛好可以整除 是不是檢視 也就是說我如果把1193檢視的話 這個數字一定可以被這個三角形怎樣 整除 所以他一定是他的什麼 因數 所以變多少 變成的是118 這個也是一樣 1077是不除3 所以我怎麼做 剛好可以整除 加3 那是不是變成1080 那這個數字呢 一定可以整除誰 1080 那他一定是什麼 他的因數 對不對 那答案就很簡單了嘛 同時是189 同時是1080的因數 那是什麼 至少最大供音數 來找一下吧 189 還有1080 來請問你 最大供音數是多少 3 那我們除一下吧 怎麼可能是3 1080 用3是可以的 3的話多少 63 然後呢 360 再來 3 21 120 再來 3 7 40 沒有 所以答案是27 注意喔 27不是答案喔 27是最大的那個 最怎麼辦 還在往下猜 來27是多少 1乘以27 3乘以9 沒了 所以答不了答案 這四個對不對 都可以 錯了 答案有誰不行 你知道嗎 答案只有兩個可以而已 只有9跟27可以 為什麼 因為題目說的 他說他余4 我如果會余4 這個數字要比4怎樣 大 你總不可能說去除3 然後會余4吧 你去除3只有可能余多少 余0 余1余2吧 對不對 對 不可超過4嘛 所以答多少 答案就是9跟27 這樣會嗎 好 這個你把它取上去 酒 二餘 ЕТ 打韓 第三對 感谢观看